大多數野菜都有清熱解毒和消炎的作用 原來魚腥草對很多種細菌 例如肺炎球菌、溶血性、染球菌等 都有一個抑制作用 對流感病毒也有較強的抗病毒功效 魚腥草三個湯 今天我用魚腥草配合蘋果、雪梨、澳花果來煮湯 魚腥草是很奇怪的 很濃烈的魚腥味道 但是滾了湯之後 它就沒有了魚腥味而很清香 洗乾淨然後切成段就可以煮 蘋果和雪梨連皮煮是最有益的 但是擔心蘋果、果蠟和濃藥 所以我們用些油鹽擦一擦洗乾淨 這樣就可以去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大家記住 蘋果和雪梨的核有少毒 所以我們要去掉那些核 雪梨很清潤 能夠止吸潤肺 所以我們要來煮湯也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核也要去掉 瘦肉也是健脾之陰的 滾湯我們就不需要切得太厚 毛花果很健脾、紫色的、有潤腸 所以對一些容易便秘的人士 我們都可以多些用毛花果來煮湯 我們這樣切開一半就可以用 讓它容易出味 陳皮化痰里氣 好了 現在大火煮它20分鐘 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湯 其實是滾湯 這碗就是魚腥草三果湯 特別適合夏天肺熱吸受 瓶液不足、脾胃濕熱 和便秘的人士飲用 看完今集內容 又或者還有其他健康問題? 即刻按入內文連結 又或者登入健康平台網站留言板內 寫下你的問題 健康平台醫生信箱 將會在每個星期日 找來各路名醫解答大家問題 新地假期呀,實貴啦 完全免費